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邓特区各地疫情防控小组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南邓特区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在邻近政府区村寨及全区各工地出租房开展全人体温测量工作 南邓特区召开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针对当前联邦政府区各地疫情大爆发及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鉴于我邦南部地区防控工作的复杂性及艰巨性 根据171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部署 连日来171军区各地疫情防控小组均积极开展了辖地内的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举措升级 消毒 检测 清洁等项工作有条不紊 以确保将疫情阻断在外 在望宏区南章检测点 望宏区疫情防控小组工作人员正对来往车辆进行消毒 同时每天还组织人员来到望宏街道和望宏医院等处 认真对沿街商铺及摊点和医院进行全面消毒工作 要求各单位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立刻上报防控小组 在某步兵学校 该单位人员包括学员不仅养成了每天饭前洗手的卫生习惯 同时 该校设立的防控站还安排专人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测体温 加大加延了管控力度 在某港检测站 某港疫情防控小组 根据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部署 在每个卡口安排职守人员进行车辆 人员登记 消毒测量 特别是对于途经我房区的外来人员进出车辆 做到了登记 测温及消毒等防护工作一向不漏 截至目前 我帮南部地区171军区所辖范围内 疑似或确诊病例均为零 随着缅甸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 疫情蔓延势头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为加强南邓特区疫情的防控工作 做到禁止不进不出缅政府区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狙击战 9月18日 南邓特区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来到本辖区与缅政府区相连接村寨 以及全区各大小工地 出租房开展全员体温测量工作 遵照南邓特区政府主要领导指示 以最快速度开展此次体温检测排查工作 特区卫生局 司法委警察局工作小组 以分组方式 同时对南邓特区境内的 拥摸箱 帮控箱 炉房箱 大盐箱 南温坝箱 南邓箱 南邓街等管辖内的各大小工地 出租房等租房人员及施工人员 进行体温测量 在于缅政府区相连接的拥摸箱成洪债 帮控箱海港村 荒田村 南温坝箱秃头河村等村债 工作小组逐家逐户的对美户家庭成员 进行了体温测量 每到一处 特区卫生局局长鲍玉芳 及特区警察局副局长张老三等带队干部 首先就开展体温检测工作的目的 向各工地负责人 租房人员 及与政府区相连接村债村民做介绍 要求各工地负责人疫情期间 不得再招入新的工人 施工中所有人员要认真佩戴好口罩 租房人员出门要戴好口罩 与政府区相连接村债村民 疫情期间禁止出入免政府区 共同开展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工作中 在各乡南温街干部的配合下 特区卫生局 司法委警察局工作人员 认真对各工地出租房 及与免政府区相连接的四个村债全体人员 进行体温测量 集对姓名 性别 年龄 体温 家庭住址 居住南邓时间 身份证号码等全面登记备案 工作中未发现发烧咳嗽人员 目前 体温测量 排查等工作正进一步开展当中 9月21日上午 南邓特区组织城区各企业老板 及工地公投在特区大礼堂 召开了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南邓特区副书记王老三 特区办公室主任谷忠友 特区建设局局长唐世民 特区卫生局局长鲍玉芳 南邓街街长李老跨 南邓乡乡长杨老文等领导出席会议 南邓城区各企业老板 工地公投参加会议 会议由特区办公室主任谷忠友主持 会议首先传达了 关于严格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蔓延到瓦邦的通知 南邓特区党委 政府 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王老三副书记在会上做指示 他说 今天召集城区各企业老板 工地公投召开会议 主要是传达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王老三副书记要求 由于当前缅甸疫情严重 各企业老板 工地公投 疫情防控期间 要监督好工人不能随便外出 喝酒 在工地上 要认真佩戴口罩 搞好消毒工作 按照文件规定 不能免政府区工人偷渡进入南邓 委者将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处理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大家要相互配合 开展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唐世民局长在会上做了补充讲话 要求各企业 工地负责人 必须按照领导讲话 及文件安排 认真执行 鲍玉方局长在会上 主要就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 做了讲解 并要求 南邓城区各大小修理厂 要在入口设立消毒点 对进入的车辆 人员进行车辆消毒 及人员体温测量 同时要求各修理厂 要对工人进行每天一次体温测量 共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会上 南邓街街上李老跨 南邓乡乡长杨老文 要求各企业 工地 务必按照以上领导的要求 及文件规定认真执行 相互配合 共同开展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会议最后 特区办公室主任谷忠友 围绕上述发言领导的讲话内容 做了补充发言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想要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应该可以搜索 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以及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 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都想支持平台 早上瓦邦 往前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